现在宇宙的灾难这么多 是人为的呢 还是天灾呢 这个问题不应该是宇宙 宇宙的灾难 距离我们太远了 太深了 大概你问的是我们这个世界 这个地球 现在地球上的灾难这么多 我想呢 你问的一定是这个意思 地球 社会灾难这么多 依照佛法说 都是人为的 为什么呢 大臣经上 佛常常讲 一切法 从心相声 华严经里面 那就说的大宇宙了 为心所现 为师所变 这两句话说的是 无尽的 声光 也说到 旧尽 圆满 但是我们促学的人 很不容易体会 我们还就 士尊在大臣经上 所说的这一句 比较容易懂 那就是从心相声 至于 天在人后 没有一样 不是从心相声 佛在经上呢 还常常给我们 说一句 说了一句话 说 一报 随着正报传 我们的生活环境 无论是 人事环境 还是物质环境 都是属于一报 一报就是 我们生活 所依靠的 这个环境 是一报 一报随着正报传 什么是正报呢 正报是我们的心 这是正报 一般讲是正报 是我这个人 人 这个形象里面 最重要的 不是这个肉体 是什么呢 精神 精神里面 最重要的是思想 你看 还是从 想象深 你每一天 想些什么 你每一天 说些什么 你每一天 做些什么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就是 造成 我们的 一报的 环境 我们心地 善 确实 风挑 雨顺 哪 心地不善 哪 现在讲的是 自然灾害 天然灾害 都来了 在地球上 我们常常听到的 旱灾 水灾 风灾 地震 这些 在经典上 佛度说了 水灾是怎么来的呢 贪欲来的 贪是水呀 贪而无厌 水患无穷啊 活灾 成灾 成灾 是火 愚痴 是风啊 供高 我们 地震 但是 我们今天 这样说法 许许多多 相信 科学的人 他会摇头 他说 你这个说法 是迷信 你这个说法 没有科学 根据 我们是 以 佛学 佛学 不和科学 就把我们 否定了 好吧 那让科学家 去解决 这些 这个 天然灾害 你去解决吧 看你有没有能力 把这些灾害 消除 难了 太难 太难了 那么 总而言之 今天灾难 这么多 我常常讲 真正的原因 是什么呢 中国 古人 有一句 成语说 不听老人言 吃亏 在眼前 老人 是圣人 是诸佛菩萨 是试出世间 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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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对于 宇宙人生的 真理 宇宙人生的 现象 透彻 了解 他们的话 有道理 不是没有道理 非常可惜 今天 没人相信了 相信的人 太少 太少了 套一句 宗教里面的话 信者得救 这个话是真的 你能信 你得救了 他能信 他得救了 谁肯信 谁就得救了 这个就是佛法里面 讲的 供业里面 有别业 一个大灾难 来了 许许多多人 丧失了 生命财产 但是 还有少数人 很平安 没有受到大灾难 这些人 这些人 你仔细去观察 你去做一个统计 然后你就晓得 从统计上看到 统大多数 心心善良 这就讲到英国 万英 但是也有少数 不见得是很善良的 全是修集的佛报 殊胜 他已经 这损了很多了 还有余福 还有剩下来的 所以 对于宇宙之间 这些道理 确确实实 只有佛法 讲得彻底 讲得清楚 非常可惜 现在真正 深入 眼球 佛法的人 不多了 这个 这一桩事情 佛法没到中国来 中国古人 也有这个意思 旅逝春秋里面 有几句话 正好 我今天带着扇子 我这个扇子上写的 就是这一段 你看这个扇子上写的 凡死之本 必行至深 承其深 而天下承 知其深 而天下知 为天下者 不于天下 于身 这是 旅逝春秋 先几篇里面 几句话 这几句话了 也能解答 你这个问题 凡死之本 就根本 这个死是指 事出事间 一切死 根本在哪里 根本在先 把你自己 这个身治好 如也是这么说的 治国 治国之本 在齐家 齐家之本 在修身 修身之本 在诚意 诚意之本 在治之 治治之本 在各物 于是春秋讲 治身 就是各物 各物治之 诚意 修身 这是治本 这就是治身 什么叫各物呢 物施 物施物欲 中国人讲七寝 佛家讲五欲 才色名十岁 隔 是要跟他 隔斗啊 意思就是说 你必须要能胜过 你的烦恼 吸气 你的心 才能够平静 得到清净 平等 清净 平等心 这身智慧 所以 什么事情 心 修身 如说 自天子 一知 数人 亦是 以修身 为本 佛讲的 真彻底 一切 法从心 祥身 你要把你那个 心祥 修正 修好 宇宙 就活血了 天下 太平 你不把你自己的身 修好 不把你自己的心 修正 天下 人祸 是决定不能够避免的 所以 于是春秋 后头 这一段话 说得好啊 为天下者 为天下者 这一句话 范围 非常之大 绝不是 只限于 统治国家的 统治者 领导人 他是为国家 为天下的 不限于 教育的人 为天下了 希望啊 教化天下一切众生 从事于工上业的 他也为天下了 为天下人 造福啊 不为自己 所以 无论 哪一种学术 无论 哪一个行业 佛法里面讲 只要发菩提心 只要发 为一切众生 佛物的心 那你就是 为天下了 为天下 要怎么为呢 不于天下 那个余当在讲 不在天下 不在 这个 天下人啊 在那里 余生 你自己 有没有一个 大功 无私的心 为天下人 为一切众生 服务 为一切众生 服务 这个心 在我们佛门里面讲 叫大 菩提心 无论你从事 哪一个行业 你只要是 为天下人 服务 为一切众生 服务 在佛法里 称为 称为 称你 叫菩萨 了 你是真正菩萨了 花言经上 有这名 你看花言经 母后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 这是 局出 五十三位 代表的人物 这五十三位 你仔细去看 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在家出家 五十三位 这个代表人 出家的五个 那五个 不完全是佛教 那五个 还有其他宗教的 那你想 深入婆罗门 那就是现在的 印度教 变形外道 都是宗教家 宗教里面的 领导人 宗教里面的 传教师 这一类的五个人 绝大多数 都是社会 一般大众 过行鬼 由国王大臣 由四农工商 那些人 都是发了大心 不为自己 从自己的学术上 从自己的事业上 行业上 为一切众生 佛物啊 不失 求明文立扬啊 求明文立扬 那就是反复了 那就不是菩萨了 那个心 就不正了 纯正之心 这个业益 为众生 为社会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